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剥好出来的玉米粒 这边有红楼布 青瓜跟猪肉 料头有姜 蒜子跟葱 红楼布切成玉米粒大小 这个猪肉也切成像玉米那么大小的粒 蒜切油 姜切米 水开了 把这个红楼布粒 跟玉米放入 搓一分半钟 这样的话 玉米才能熟透 好 再次打锅烧热以后 放入少数油就可以了 把这个猪油炒猪油 肥肉 用这个猪油炒出来的玉米 特别香 放入这个瘦肉 炒到半白 倒入我们切好这个姜油跟蒜蓉 加一点点老抽 那这样的话 这个猪肉就会更加香 把这个猪肉炒上颜色 好的 倒入这个青瓜粒 一米粒 我们开始调点味 调入大概5克盐 3克味精 2-3克的糖 半条均匀 加入少时的胡椒粉 少数香麻油 最后打入少数的玉米粉 目的是把这个味 锁住在这个玉米的身上 好 下入这个葱花 蒸香 一会儿 一会儿 2个小口 一会儿 就是我们来讲的 小口 一边小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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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小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